譬如,那因因你,硬会文臣,辞命断食,及时身安乐过时。 往生没有中阴。 人在这里一段期。 这个时候,佛来接引,他跟随佛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 往生没有中阴。 那么有中阴,未必真的往生。 那中阴往生有,那是很大的佛报。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 我这身所看到的, 黎炳南老居士往生。 年有,宋往生,有六百人。 太多连续地念佛头。 摆着普段,六百个座位。 日夜不断,念多少天呢? 四十九天。 这个会太殊胜了。 四十九天,不是每个人都进去,四十九天,不是这个。 很多同修都在外面互发, 看哪个地方空,位置空了,就不进去。 连续地念佛堂里面,是六百个座位。 看到空的,自己就不进去。 四十九天,日夜不见多。 大概在台湾,只有这个人这么大的佛报。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。 台中连有几十万人了。 所以他能做到,很容易做到。 我看到很感动。 那李老师一位往生,肯定往生。 就是在中阴,他要往生。 四十九天,七个座位。 决定的神。 人家就有这个月。 不要说六百个人,有六七个人。 跟你念七天七夜,那就不得了了。 啊,这个要复得。 要缘分。 那真真之痛的活。 在临终时候,帮助。 一如震定居,更后所有。 一如震定居,更后所有。 见到阿弥陀佛,就入真地去了。 就到基督世界去了。